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来分享如何制作一套眼睛形状元素的首饰。 我做了三套用的不同颜色的珠子,它们分别是淡紫的颜色,混合玫瑰色,以及银珠加白珍珠的组合。 我会把所有产品的信息放在视频的信息栏里面。 我来用淡紫色这一套来演示制作过程,那么我们先做手链。 会用到的是Fireline,专业的穿珠线,剪刀,书花落石旗,薰衣草色珍珠,分别是4毫米和8毫米的,脱厚的银色11毫米珠。 还有两个穿珠针,一个短针,一个长针。 一个项链扣和一个闭合的项链环。 所需要线的长度大约是我需要的手链长度乘以6,将线的两端捏在一起,从中间对折,固定项链环。 然后将两个穿珠针穿在线的两端。 先把两根针合在一起,穿一个4毫米珍珠。 接下来我们做第一个眼睛形状的小部分。 那么两根针各穿5个米珠。 然后,回穿一个8毫米珍珠。 也就是两个针从相反方向穿过珍珠。 整理好。 两边再次各穿5颗米珠。 好,现在我用长针回穿另一边的前5颗米珠。 然后再拿长针穿两颗米珠。 这样呢,两颗米珠可以填补这里的空缺。 然后让长针继续穿这边剩下的5颗米珠。 可以看到,这边没有空缺了。 另一边也是如此。 继续穿过另一边的5颗米珠。 继续穿过另一边的5颗米珠。 还是用来填补这里的空缺。 继续穿过最后5颗米珠。 回到原来的位置。 回到原来的位置。 。 用两根针一起穿一颗4毫米珠。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眼形的小部分。 可以看到长针一侧的线比较短。 因为长针回穿了刚才那一圈米珠。 所以对于下一个眼形的小部分。 我会用短针回穿一整圈的米珠。 重复刚才第一个眼形部分的步骤。 就是两边各穿5颗米珠。 回穿一个8毫米珍珠。 然后再在两边各穿5个米珠。 现在用短针。 回穿另一侧的前5颗米珠。 加两颗米珠填补空缺。 继续穿另5颗。 米珠。 同样的另一侧回穿5个米珠。 加两颗米珠。 回穿最后5颗米珠。 两根针放在一起穿一颗4毫米珠。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两个眼睛形状的小部分。 之后只需要重复刚才所有的步骤就可以得到想要的长度。 两个穿珠针交替轮流回穿每一圈的米珠。 在空缺处, 在空缺处补上两颗米珠。 我已经做好了适合我的手帘长度。 在一边上穿上项链扣。 取下穿珠针。 打三个结。 确保它们足够紧不会松开。 把短针放回到一边的线上。 回穿几个珠子来隐藏刚才打的结。 剪掉多余的线。 另一侧的线也是同样的处理方法。 将短针放回去。 。 回穿几个珠子。 剪掉多余的线。 这样手练就做好了。 如果我做的足够长也可以做出净链。 像我的这张照片的效果。 现在我们来制作第一个风格的戒指。 剪下约55厘米长的fire line。 两边穿上穿珠针, 一边穿上9颗米珠。 然后两根针一起穿一颗4毫米珍珠。 。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第一个环形。 将这个环形移动到线的中间。 然后做一个眼睛形状的小部分。 和刚才手练的制作是一样的。 每边线上穿5颗米珠。 回穿一颗8毫米珍珠。 然后两边各自穿5颗米珠。 我用长针回穿所有的米珠。 加两颗米珠填补两边的空缺。 如果你已经知道怎么制作了, 可以跳过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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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在两边各穿三颗米珠 然后回穿三颗米珠 两根针相反的方向穿过这三颗米珠 我们就得到了第二个环形 现在我将两侧穿上相同数量的米珠 确保当裹在我的手指上 让两头相接的时候 每边应该有两颗米珠是多出来的 现在回穿第一个环形中间的三颗米珠 我现在给右下 我们就有两颗米珠 然后我们接下来 在右边珠 那个环形中间的三颗米珠 那么我们就很漂亮 它在哈佛的环形中间的银 软纨白的环形中间的银 和白的环形中间的银 然后显得更新鲜 在这个环形中的银 所以因此就是这个环形中的银 你也可以让它其实是这样的银 然后把它的银 然后影子对不整理 然后也可以让它黑色 然后我用左手上的短针穿过6个米珠 只线的两边待在同一个位置 只有待在同一个位置它们才可以打结 好,拿下穿珠针 打三个结 和刚才手练的收尾一样 用一侧的线穿上短针 回穿几个珠子来隐藏打的结 剪掉多余的线 另一侧也是相同的 做好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里看起来有点怪 但是当我把戒指戴上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戒指的制作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戒指 剪下约60厘米长的线 两头接上穿珠针 和制作第一个戒指一样 一边穿上9颗米珠 两根针一起穿一个4毫米珍珠 把这第一个环形移到线的中间 然后制作出眼睛形状的那个小部分 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因为和第一个戒指完全一样 做好这个小部分 现在我用线比较长的短针的一侧 穿过另一侧的第一颗米珠 然后加13颗米珠 再用短针穿过同一侧的最后一颗米珠 来看另一边 还是穿过第一颗米珠 然后加13颗米珠 穿过同一侧的最后一个米珠 回到原来的位置 稍微整理一下 接下来和我们制作第一个戒指的步骤完全相同 用两根针穿一个4毫米珍珠 两边各穿三颗米珠 然后回穿三颗米珠 这是第二个环形 还是两侧穿上相同数量的米珠 确保 确保 裹在手指上让两头相接的时候 每边应该有两颗米珠是多出来的 现在回穿第一个环形中间的三颗米珠 还是用一边的针穿过六个米珠 使线的两边待在同一个位置 拿下穿珠针 打三个结 和刚才戒指收尾一样 用一侧的线穿上短针 回穿过几个珠子来隐藏打的结 剪掉多余的线 另一侧的线也是相同的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二个戒指的制作 我制作的第二套是混合玫瑰色 那么米珠的颜色被称为玫瑰花园 型号是11号 珍珠是4毫米和8毫米的 湿花洛士奇粉玫瑰珍珠 第三组是经典的白色珍珠银色米珠 它们是11号的 头后米珠 和4毫米还有8毫米的 湿花洛士奇白珍珠 所有产品的信息 都在视频的信息栏里面 那么今天的教程内容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些设计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